进去我就傻眼 独销的那种房子 要被绑架的感觉 越觉得越不对 这到底要带我去哪 我要被卖去切寿司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欢迎回到浙江骑女子的江湖故事 我是明明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下 我刚来墨西哥三个月 才不到三个月的一个故事 现在想想都非常激动人心 知道吗 惊心动魄好吗 语文太差 因为我看到这个标题 我就觉得我是怎么 会有一个这样的经历的 那么关于我到底是 如何把自己弄到了一个 离墨西哥城三个小时以外的 一个荒芜人烟的工业区 集装箱里的呢 想知道答案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关注 可以先三连哦 浙江骑女子出品 绝对是精品 和别人不一样的故事 那2016年的时候 我去墨西哥留学了 那个时候我是住在 离我们学校附近的 一个寄宿家庭里面 生活上可能不是特别的宽裕 所以我想着 找点什么 然后赚点外快吧 所以有一天晚上 我就在宿舍里刷着微博 如同命运般出现了一个 招聘请示 说的是啥呢 某国内上市公司 招聘翻译 集聘翻译 在墨西哥的克雷塔罗 这个城市 70美金一天 然后有一辙 请联系以下微信 这种 我那时候脑子热啊 看了这个 哎这不真的是我要找的吗 连忙就是家人微信 就去聊了 然后电话那头 就打过来 一个操着天津口音的女士 就整整跟我聊了一个小时吧 问我 姐姐 你愣愣说 西班牙语胆口声骂的 就各种问题 哎到底具体聊了啥 我也不记得 然后他就说 他说 那你来上班吧 我看信 哎呀刚好 那你明天就过来吧 我们有一个同事 也是从墨西哥城 来让他顺带烧你了 这他微信 你加他吧 然后我就稀里胡就加 这微信 就决定第二天要去上班 上班了 那么呢 我就加了这个人的微信 然后是个男的 纯陌生人 完全不知道 我最开始都不知道 他是不是中国人 那他就给我了一个 他的地址 说路途比较长 让我们早点出发 所以我得五点多到他家 那我最起码 还是有一点危机意识的 所以在出发前 我也告诉了一下 我宿舍的朋友 万一有点啥 他们还可以给我报个警 对吧 没有想到太多 但是就留了个消息吧 那第二天 大约三点半 我就从家里出发了 然后打了一个优步 打了一个优本 那那天刚好 好像是国内国庆节 2016年10月1号 我想问问看 你们有没有见过 墨西哥城深秋凌晨的天空吗 我见过 特别的冷 特别的黑 连空气里 都弥漫这种 要被绑架的感觉 但是啊 我那时候 反正就豁出去了嘛 就加上他的微信 然后坐上这个优步 我就去他家了 刚开始的车子 开始开着呀 还是在我认识的这种道上 过了十几分钟 就开始拐进这种小道 然后很多居民区 然后那边的街道吧 那边的房子吧 就特别就是七八十年代 那种美剧 独销的那种房子 你知道吗 外面都是栅栏 在此复上图片哈 你们看 就这种感觉的地方 这一路上啊 反正我就捏这个门把 我就怕连司机都扯犊子 东北话的俗语 说一些不实际的事物 瞎扯瞎说 立你别跟我扯犊子 把我卖了砸整了 赶紧就可以跳下车 但其实是我想多的 其实司机小哥 是个非常nice的人 就到了那个街道之后 他给我放到 一个白色的建筑 黑色的铁门哈 然后街上 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 雾气还特别重 我下去了之后 我就跟那个司机说 谢谢你可以走了 但是你们知道吗 当时的整个氛围 整个环境 真的是特别的 反正是恐怖 还是诡异吧 连那个墨西哥本地人 那个司机都跟我说 他说你没事吧 要不我给你等着 等到你有人来接你 我再走吧 就他说 他说到这种地步 那你们想想 那个地方 在本地人的危机时看来 可能对我一张 长着亚洲脸 中国人女生来说 不安全 我那时候也真的是很愚蠢 我就说 没事你走了你走了 没事我认识这个人 我认识这个人 于是呢 我就目送这个小哥走了 然后我就过去门口 给那个同事 发了个微信 说我到了 但是没有回复啊 没有回复 我当时的内心真的很崩溃 因为我就想着 万一有人 是不是在旁边买出 就冲出来 把我拦走了呢 蒙上那种黑黑的袋子 然后我等了五六分钟 来回信了 说他马上下来 我就有点安心 过了一会儿 我就听到 有人开铁门出来了 是中国人 一个男的 个子小小的 安心了 你体积那么庞大 人家拖夜拖不动你啊 但是我当时大脑 就是还是很紧张 因为我还是不知道 这个人可不可以信得过 因为对我来说 其实真的是一个陌生人 所以我大脑 应该是无法计算 未来可能出现的危险性吧 就一片空白 拉着我箱子 就上台车了 就上台车 就走了 你们是不知道 墨西哥 它这种 城市和城市间的 高速公路啊 真的特别破 刚开始还是 正常的这种 水泥路杀的 之后就会有 很大一段 这种黄泥土的路 就特别颠簸 我就坐着 我就越觉得越不对 这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呀 我都不敢问 你知道吗 我都不敢问 要开多久 然后为了缓解 我自己的尴尬和紧张呢 我就跟这个 这个操着广东口音的 广东男士尬聊 然后大约就是过了 三个小时吧 然后我们就开始 拐进去一个 很偏 但是比较大型的 那种工业园区 然后我也看不见什么人 我感觉像那种 人贩子集中贩卖地一样 你咋的啦 莫非被贩卖过 脑洞大的嘞 最后呢 我们就开到一片 石子的空地上面 旁边有一个 大约最大尺寸的 集装箱 红色的 然后那广东男子 就跟我说 赶紧快上去 要迟到了 然后我就 我想来都来了 这还能怎么办吧 然后就拿着自己的行李箱 哗哗哗上楼梯 就打开了这个 集装箱的门 进去我就傻眼了 你们知道我看到啥了吗 一个操着 日本口音 普通话的 亚裔中年男子 对着这个广东人说 阿菲南德桑 桑 日语中的普通尊称 某某桑 王桑 张桑 当时内心的OS就是 我莫非 进到了日本 黑帮在墨西哥的 集聚地 难道我要被卖去 切寿司了 或者 更恐怖的事情 嗯 好的 关于具体 我有没有被 卖去 当寿司司 寿司 寿司师傅 呢 我们下期再给你分解 记得点赞 关注和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